其實在20年前 我跟一個四海幫的號稱中常委 那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是在做那個防火布料 就20年前 四海幫也有中常委 那個時候 早就跟你們馬英九講 國民黨中常委廢了算 那個時候中常委 我對中常委這三個字是不了解 後來我跟一個幾個報社 我們就是兩三個人 就跟那個中常委處理 因為中常委那個是做防火布料 我想他是一個正義商人 正義正商人 好 我們就到北京去 北京的下了這個所謂的機場之後 可能要開車開了五個鐘頭 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 原來有一家酒店 那個酒店是他開的 20年前 20年前裡面是招呼我們 他招呼我們的台商是不得了 那個時候是台灣是No.1 公安 武警全部都到齊 全部都到齊 你看那個應該是北京近郊 早期的台灣人開的酒店 可是我後來 因為為了今天上節目 我就打了個電話給我一個朋友 聊一聊說 最近台灣的黑道到底在大陸是怎麼樣 他會跟我講說 早期的 現在已經變成動物園的 可愛動物圈 林望跟馬 林望跟馬 也不存在嗎 所以現在中國的黑馬 剩標本 標本 沒有錯 現在大概有幾個路線 他們怎麼玩 第一個就是台灣的一些黑道 向上大陸去 也面臨到大陸的掃揮 因為大陸現在經濟繁榮 這個所謂的GDP一直在成長 可以有利潤的空間就多了嗎 對 他們有一個是第一個 譬如說柬埔塞 在越南遼國裡面做毒品 種這個毒品 然後透過所謂的雲南 然後昆明到廈門 到台灣這一條路線 就從這樣過境到台灣來賣毒品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假貨幣 貨幣就是一些操作 尾操的 這個部分有些黑道也在做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常常會收到一些 通簡訊什麼 很多是詐騙集團 是從大陸這邊過來的 這也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現在我所了解是說 大概目前大概只有竹聯的 張安樂在那裡 現在還不錯 所以大陸可能 我們不能用台灣的思考去思考大陸 因為大陸太大 我意思是說在台灣就說 一定要出事大家打拚一下 你什麼幫派的 就找中常委跟中常委就出現了 可是在大陸沒有這樣子的 因為大陸太大 真的太大了 穿這八個也都靈 而且他們只有一個角頭 就是這個區塊 比如說文強幫 他就是在重慶 然後在廣東就是另外一幫 可能現在是汪洋 不知道有沒有幫 大陸這樣子 大陸黑社會分為上層跟下層 大陸現在中央是要對付上層 上層就是要對付射 賭 毒 槍 射 賭 毒 槍 好 這四種 現在發覺到 射 台灣人是有在裡面 有參與卡 是跨國集團 槍也是跨國集團 這賭跟這個 賭 賭是跨國 都跨國 現在是跨國犯罪 很簡單 最近這個中共中央太重視 因為中共的足球也踢假球 29支中超或中甲的球隊 也踢假球 中共中央大為關火 跟我們一樣 全力少讓 千賭 結果破壞一個最大的賭戰 上海 你知道他賭金多少 66個億 66個億 好 結果一追查把他下面的總代理 代理 賭戰 通通一網打盡 往上面一查金主 金主的公司設在菲律賓 一查那菲律賓公司 台灣人開了 好 所以台灣人多厲害 另外一支羽刷對不對 對 那下層 所謂下層的就是偷竊 這些 那這些就是各地的幫 譬如說上海 上海全大陸盲流最多的地方 盲流是所有人都到上海來找機會 找機會他們沒辦法吃 他們這老鄉就聚在一起 所以在上海他們就有分 偷竊的是新疆幫 詐騙的是貴陽幫 好 這個 這個到家裡人去到的 是蘇北幫 搶劫是東北幫 專門偷車子的是溫州幫 誰也不碰誰 誰也有誰的地盤 領域 行業分別 大家不跨業經營 所以它上面有跨國的 中共現在要全力掃上面這個 下面有跨省的 下面是跨省的 而且是行業分的 下層的黑社會 所以這個叫做黑道的國際化 我在日本待了12年 台灣現在的黑社會 早就跟日本在騎步並行在走了 我不曉得中國南方是哪一個省份 曾經公安貼了一個 說小心河南來的小偷 後來引起整個河南人的憤怒 真的 省份跟省份之間 對 快要暴動起來 我覺得比較感慨 就是說一樣是黑道 一樣是流氓 日本的黑道 他們有特殊的一個文化傳承 第一個 日本的警察 他在這個管區裡面 他大概不會超過一年半 他讓你避免勾結 這是一個重要的根本 這個方法很好 一定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去那邊移民的話 他移民官兩年就走了 我們要等十年才能移民 所以必須要 根本沒有要擲乾淨 他把這種東西來做替代 讓你無法深入 其實文強有要調他走 調不走 他自己不肯走 他自己不肯走 其實日本的黑社會 他們有一個特殊的造型 到現在還是一樣 第一個 電棒頭 沒有了 第二個 花襯衫 第三個 刺青 第三個 夾拖鞋 第五個 講話會有 捲舌 那代表我就是黑社會 其次就是 他們黑社會絕對不會擾民 即使他要在的話 老舟 你欠誰錢 這樣告知一下 我是什麼什麼人 他們這樣要在的 其次是他們有自我的活動範圍 洗溫泉 喝咖啡 打拔見狗 或玩 都有自己的店 他絕對不去干擾別人 重點就是說 沒有金盆洗手的一天 因為日本人只要 中生紙 不是 因為你有前科 你就無法找不到工作了 家鄉人唾棄你 外地人害怕你 小孩子看到你就怕得要死 包括你游泳 洗溫泉 只要露出那個 大家就油開了 是這樣子的 這會證實一下 因為我媽媽在那邊開絕店 開了18年 18年你固定都要付給 當地的警察 那些保護會 但是他們收了錢 就一定不會來 摟哩巴說 黑道兄弟來 不是 黑道兄弟 黑道兄弟來收保護會 你給了 他就一定不會來囉嗦 而且還幫你解決事情 可以呈現我們店裡面 有那個酒客 喝了酒之後 你滷了或鬧事他幹嘛的 二話不說 你打電話給他 他來也非常客氣 把他弄了 酒客人家喝醉了 好好的弄 但是如果他這邊滷 他不就扁了 但是如果他看到 一般人看到黑道來 他們就軟了 加一巴就走了 然後把你送走 以後人家就知道說 不能亂搞 所以那是買保全的意思 而且買的時候 他們不會給你 可是我覺得黑道 那是你怎麼認定他是黑道 像那個白狼紮樂 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的白天 比很多官員 比很多爛官的黑夜還要白 他就常很自詩說 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坦蕩蕩的 他也不會像很多白道 做了很多爛事 可是偷偷摸摸的 都不敢讓人家知道 他最討厭那些做官的那些白道 比黑道更黑 可是沒辦法 所以說現在黑道 中國的黑道現在一直在漂白 一直想要漂白 為什麼他們要去選 他們為什麼要去選政協 他們要去選就從政了 就跟我們一樣 我們很多人對不對 天道蒙的羅先生 他就開始要去選議員選立委 為什麼 一樣他們就想進到中央 才有保護傘能更大 這個人當了保護傘之後 底下當然更兴旺 對 而且大家都在講說 台灣的黑道有沒有辦法 到中國大陸去 就是說去那邊 像有出事情就跑掉 被通緝就跑掉 去那邊到底混不混得下去 我覺得很多人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被通緝 然後去中國的黑道 大概上千個 可是大部分其實適應都很困難 而且很多人都是去了之後發現說 哇 這裡不是我的地盤 我的黑幫僅止於說 比如我在竹簾可能是某些地方 我有用 去到那裡是一點用處都沒有 所以這個今天的討論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聽到展昭的故事對不對 那同事也告訴我們 原來在中國大陸呢 這個黑道勢力並沒有 目前沒有一個可以跨省份的 都局限移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 如果你在天津有人跟你講 湖北的事情他幫你辦了 你完蛋了 你的錢是白花對不對 天津的人只能辦天津的事 這個節目最好的收穫就是這個 對 誰不要被騙了 對 誰被騙了 我們也不能說 祖毒魯黑幫早日蓬勃發展 對… 比如說大家好自為止 黑幫要簽MOU 照紙放亮一點 黑個髮也不要簽了 謝謝您的收看 好嗎 祝您平安 拜拜